飞机缓缓降落 这是南韩国籍航空大韩航空 近期却被指出 一名空服员因为超罕见 直载病逝 根据韩联社和朝鲜日报报导 南韩勤劳扶持工团指出 一名大韩航空前空服员 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宇宙辐射 导致2021年罹患胃癌 过世时年仅53岁 报导中写到 这一名大韩航空前空服员 1995年开始飞航 大多是非美洲欧洲等 时速较长航线 因为要节省时间 航空会走北极航线 但能阻挡宇宙射线的 大气层较为稀薄 导致空服员更容易 暴露在宇宙辐射环境 也说这名空服员 累积的辐射量 可能比先前还多 而该名空服员 生前也没有抽烟或饮酒等习惯 胃癌跟职业伤害的关系 其实有点难去界定跟理清 胃癌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基因 也就是自己身体的基因 跟体质比较容易产生胃癌 长期待高空的工作情况底下 空气比较稀薄 的确比较容易会有 接受到比较大量辐射情况的发生 这可能是它的加重因子 台湾医师认为很难界定 虽不排除高空辐射 和离癌因果关系 但一般来说 罹患胃癌原因 是汗基因以及饮食作息相关 而外媒也报导大安航空强调 空服员平均每年累积宇宙辐射量 不会超过6毫西服 目前未能证实 空服员罹患胃癌和宇宙辐射线存在关联性 空服员的月经会因为周期而运乱 或者是常常会有人因而长了巧克力囊肿 比如说产生了睡眠障碍 然后或者是像是自己的话 因为胃病而产生需要长期照顾的情形 这回空服员直栽离癌事件 尽管还难以确认 但已经引起大众讨论 TVS新闻综合报道